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近日國際組織再次發出警告 全球糧食危機還在加劇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獲定的48個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 非洲國家佔了大多數 在非洲有超過3億民眾正面臨飢餓 不過在非洲糧食高急之際 世界玉米產量最多的美國 就將玉米這種非洲人急需的主要糧食大量燒了 央視的社交平台《玉淵譚天》發布調查報道 細數美國商人如何從全球危機中取利 報道說單單在去年 美國燒了的玉米有超過1億噸 燒玉米背後是美國難解的另一場危機就是高油價 8月份美國的油價指數較同期上漲了25.6% 繼續助推美國通脹在40年最高水平上居高不下 而燒玉米就是為了生產成本相對便宜的月醇 添加到汽油當中降低國內高企的汽油價格 今年6月1日至9月15日美國的加油站 已在銷售一種含有15%月醇的汽油混合物 美國燒玉米的市場需求再度受到刺激 但全球仍然有人吃不飽的情況下 美國將用來吃的玉米燒了去 用家劇糧食危機去解決自身的能源危機 美國的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呢? 混合15%月醇的汽油 專業的叫法叫做E15汽油 美國開始售賣這種汽油 要從拜登今年4月份的一次行程講起 今年4月12日拜登去了亞奧亞州 一家月醇生產廠參觀 很快美國環境保護署宣布 將在夏季臨時允許E15汽油的銷售 於是開始利用產量充足的玉米加工成月醇 加入汽油當中混合使用 降低成本來平抑油價 幫美國人節省開支 在拜登的團隊看起來 這是一個完美的方案 但白宮內部的高級幕僚 被爆出對這種做法感到無奈 欲冤譚天認為 到底這是良方還是無奈之舉 可以計算一下數 在使用百分之百汽油相比 添加百分之十五月醇的車輛 每加輪行駛里程 通常都會減少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 而月醇汽油對於汽車的高負複性 也使得美國的消費者望而卻步 因此美國傳統化石能源行業 並不看好月醇汽油市場 一直都對於汽油中添加月醇的要求非常抵觸 並屢次向拜登政府施壓阻撓 不過就算是這些石油公司 樂意生產E15汽油 是不是真的可以降低油價呢? 按照白宮的說法 每加輪E15汽油可以幫一個美國家庭折省十美分 如果按照今年美國汽油價格封值的每加輪5.02美元來計算 十美分也只是在汽油價格上降低了百分之二 而這些降價的位級面又非常狹窄 目前美國能夠供應E15汽油的加油站只是佔百分之1.5 由於基礎設施極度缺乏 E15汽油很難在短時間內擴大到終端規模 產生顯著的替代效果 文章認為通過燒肉米來平抑油價 似乎是一個雞勒的選擇 但美國剛剛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 依然給予月醇生產大量刺激政策 而事實上一遇到能源危機 美國就會想到燒肉米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最開始美國選擇燒肉米來調節能源市場 並非是偶然的事件 要由上世紀70年代的全球能源危機講起 國際原油價格受到第四次中東戰爭的影響 從1973年的每桶不夠3元上漲到超過13元 當時的美國還未進行業硬革命 國內的食油產量有限要大量依賴進口 國際油價的上漲毫無緩衝地直接衝擊美國國內 令美國感受到能源外部依賴的痛感 加大能源自主性就迫在眉睫 在這時候 美國政府收到了糧食巨頭 由ADM公司提供的一份完美方案 通過在石油中添加月醇 來減少石油的需求量 從而減少對外國的能源依賴 不過一個賣糧食的企業 為何突然會幫政府關心能源問題呢? 實際上這是一個長久的謀劃 和ADM公司當時面臨的經營壓力有關 70年代的能源危機期間 美國用了大量糧食換取低價石油 導致缺糧的恐慌在國內蔓延 美國政府就推動立法 刺激農產品增加產量 美國玉米的種植面積也開始迅速擴大 但是玉米增產對於ADM公司來說 是一把雙刃劍 雖然有更多的玉米可以賣 但是產量過多 賣不到好的價錢 利潤空間實際上遭到壓縮 為了提高利用率 ADM公司就用玉米生產一種添加到汽水中的糖漿 並且佔據了三分之一的市場份額 但是唐漿的銷售就受季節性影響很大 一度冬天汽水的銷量放緩 唐漿就制銷 ADM公司的營收壓力就巨大 為了節省成本 這種唐漿生產過程中 會產生大量的副產品月醇 成為了ADM公司新的財富密碼 很快迫撤為月醇找尋銷路的ADM公司 就將目光投向了急於尋求替代能源的美國政府 要讓月醇真正成為解決美國能源依賴問題的完美選擇 ADM公司可以說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首先就是暗地裡巨額的政治獻金 送到了美國白宮、農業部和國會每一位關鍵決策者手中 其中一位號稱月醇議員、美國參議員羅伯特多爾 和ADM公司聯合 從1978年開始推動了十幾項促進月醇的生產和稅收減免的法案 而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編制的文件 在1987年至1988年的選舉中 ADM公司捐款清單更是長達七頁子 ADM公司後來還成為了老布殊總統競選連任的最大資金來源 政治獻金一番運作下 上世紀80年代 美國共衛混合月醇的汽油提供了超過46億美元的免稅額 而美國75%的月醇都是由ADM公司生產的 1989年用於加工月醇的玉米需求量不斷增長 使到美國的玉米價格每蒲息以上漲了15至20美分 這正正就是ADM公司和美國政客所落見的結果 對於美國政客來說 對月醇的支持力度直接影響自己的命運 因為他們在美國總統大選之路上面臨的第一場投票 就是美國最大的玉米種植州和月醇生產州 為了率先博得優勢 亞奧亞洲的玉米月醇生產者的利潤是哪個政客都不能夠怠慢的 對於ADM公司而言 有了月醇這把槓桿就相當於在玉米的工業用途和食用之間製造了天然的需求競爭 從而能夠始終掌握著對玉米價格的控制 於是玉米月醇 靠著美國政府的大量補貼逐漸發展壯大 進入到2000年之後 國際油價再次上漲 美國的能源焦慮又再來 新一輪的能源危機本應該就是檢驗 玉米月醇能否解決危機的士金石 但是在政治慣性的操作之下 並沒有真正檢驗到有沒有效的 2001年深受石油將會用盡困擾的 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 一上台就成立了國家能源工作組 並且任命一個叫查克·康納爾的人 作為總統農業、貿易和食品援助特別助理 而這個人的身份其實是ADM公司 掩護機構美國玉米加工協會的主席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對玉米月醇的支持政策 就越來越密集地出台 政策支持之下 美國的月醇產量一路攀升 到2006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燃料月醇生產國 燒玉米的糧食商和月醇企業獲得巨額利潤 美國政客就收割了更多選票和捐款 但是這些企業和美國政客口中的 這個關於燒玉米將會帶來的美好世界 開始就逐漸敗路了 雖然月醇的產量大幅增長 但是與石油的需求量相比可以說是杯水車身 原本應該為應對能源危機而燒的玉米 不僅沒有解決能源安全的問題 反而成為了讓造更大危機的和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石油價格再到達歷史高峰 而在這段期間玉米價格也隨之大幅上漲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胡冰村就解釋 當石油價格超過每桶60美元的時候 用玉米生產月醇就會變得有利可逃 石油價格越高 月醇需求量就會越大 相對便宜的玉米月醇市場就會越大 當能源危機發生的時候 月醇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似乎已經不重要了 只要將月醇的概念炒作起來 再利用好此前出台的扶持政策 用玉米加工月醇就有極大的逃利空間 玉米的需求量激增帶動了糧食價格上漲 這對於一些糧食依賴進口的國家來說 無疑是一場巨大的危機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 仇煥廣通過測算發現 2008年前後的糧食危機期間 糧食價格中大約三分之一的帳幅 都是由生物燃料對糧食的需求拉動 高昂的糧食價格引發的危機 在全球數十個國家 釀成了嚴重的政治動盪和生活困境 而現在新一輪的危機又正在上演 6月份的資料顯示 美國農民種植玉米的面積實際上仍在增長 就在美國玉米月醇的機器再次運轉的時候 國際谷物理事會資料顯示 到2022、23、作物年度結束的時候 世界玉米的緩衝庫存 只是夠80天的消費量 是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而以玉米為主食的非洲 還有3億人正面臨飢餓 但危機很難就此終結 美國對玉米月醇的政策推動 必然會刺激玉米的需求 從而對玉米的價格產生持續的拉動趨勢 而玉米價格升高產生的全度效應 還會進一步導致一系列的農作物價格上漲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預測 到了2027年全球糧食價格可能會再上漲8.5% 玉冤譚天的結論是說 將玉米當作為解藥 唯獨是解了美國糧商和美國政客的利用算盤 但就令不發達地區的民眾的口糧生計遭到擠漸 更令全世界付出代價 看完內地這篇調查分析報道 總結出所謂燒玉米解決能源危機根本是一場騙局 只是玉米巨企和政客合演的一場大龍鳳 根本沒有落地政策推動 第二,美國的企業賺大錢 政府又補貼民眾生活 全球糧食價格如何升 都是其他國家的問題 美國是不會理的 第三,文章也令大家見識到 美國既得利益者是如何操盤 令到一件實話都未有一撇的事 炒作成為建立美好新世界的環境 得到源源不絕的政府支持 大家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巴士的步石樓台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的 我們希望石樓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童、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 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